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国112年的6月24号 事实上这个入出国及移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在今年 也就是民国112年的上个月5月份的时候已经 5月还是6月的时候 5月是6月的时候已经通过了 因为还没有取得正式的条文 所以我们就是以这个草案来跟各位嘉宾介绍 那根据这个入出国移民法的这个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行政院的版本的21条的规定 任何人不得为下列的行为 他这是总共有分两项 第一项21条之一的第一项 使外国人非法入国 就是他加一个识 识的话因为我们在看他的修正条文的这个立法理由里面 他事实上他就是要打击这个人舍集团 因为他这个使外国人是非法进入我国 危害到我国的公共秩序 社会秩序跟国家安全 那我觉得事实上我是很赞成的 来出发舌头 这个立法理由里面除了影响到国家安全 事实上最近911以后还流行一个叫做国土安全 所以我觉得立法理由里面事实上有必要 这个舍头使外国人是非法入国 事实上真的会影响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 军事安全 国土安全 社会安全 公共秩序 秩序 社会治安 这样 好 所以就是21条之一 第一项第一款 就是打击舍头的 任何人不得为下列的行为 使外国人非法入国 第二个也是打击舍头的 因为舍头也会安排受禁止出国 处分的外国人出国这样 所以我们在看立法理由里面看到 实务上亦有人舍集团 安排这个受禁止出国的外国人 出国的情形 受禁止出国处分的外国人 借此逃避我国新法权 公权力的行使 严重妨害到我国入出国管理的正确性 损害到政府的公权力 还有呢 被害人的正义没办法得到伸张 所以这个舍头事实上是很严重的 这个就是脱渡行为 真的要打击 第二项 大陆地区人民 香港或澳门居民受禁止出境 处分者准用前项第二款的规定 前项的话就是 移民法修正草案里面的 21条之一的准用 前项就是21条之一的 第一项第二款 我们法律条文的构造 跟各位嘉宾报告 我们的法律条文构造是 条第几条 项21条之一 第几项 它有分两项 然后再来说第几款 像21条之一 第一项 第一项里面有分两款 所以我们法律条文的构造是 第几条 然后再第几项 第几款 第几目 它的口诀就是 条项 款 中国大陆刚好也是条 然后当然是 款 项 目 我们是条 第几条 第几项 第几款 第几目 中国大陆的法条结构是 第几条 条款 项 目 那我们国家的法律架构 构构是 条项 款 目 好 他说大陆地区人民 港澳居民受禁止出境 处分者 准用前项 准用21条之一 第一项 第二款的规定 受禁止出国 处分 是外国人出国 那为什么 大陆地区人民跟港澳居民受禁止出境 不要出国呢 因为基本上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中华民国 完全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 所以我们那个是一个一个领土上面只能一个主权国家 所以我们就要出境这样 好 那违反的话 他的违反规定 再根据这个立法理由里面 他说他的那个法则 法则规定于修正条第72条之一 好 那我们看一下对舌头的处罚 72条之一 这里有提到 违反第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二款 或21条之一第一项 21条之一的第一项 21条之一有两项 第二项 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第二款规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21条之一的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 我们21条之一是不是有两项 第一项是舌头 舌头安排那个外国人 非法入国 这21条之一的第一项第一款 21条之一的第一项第二款是 舌头安排受禁止出国 处分的外国人出国 21条之一的第二项是 大陆地区人民 港澳居民受禁止出境处分 然后呢 他准用前项第二款 准用前项就是21条之一的第一项第二款 使受禁止出国 处分之外国人出国 所以大陆地区人民 香港澳门居民呢 他是准用21条之一第一项第二款 准用21条之一第一项第二款 所以在72条之一里面 条文会有规定说 违反了21条之一第一项 或21条之一第二项 因为21条之一的第二项 是不是准用21条 准用21条之一的第一项 然后呢 第二款 然后这个舌头的处罚是一到七年 并科新台币100万以下的 100万的法金 如果舌头是意图盈利的话 就是三到十年 然后并科500万以下的法金 然后呢 手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然后呢 并科新台币1000万以下的 手磨 手磨的话 人口范围的手磨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科1000万以下的法金 然后舌头 这个偷运 人口范围 偷渡有处罚这个未遂犯 我觉得把那个 预备犯 预备犯事实上也要打击 这样防卫线的话 才能向往前拉 我觉得预备犯应该再往前拉 会比较好一点点 这个就是 就是偷渡 舌头 打击舌头的 就是舌头 手磨的话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000万以下的罚金 那如果是 这种偷运人口 偷渡的话 是 偷运人口 不是 这个应该不是人口贩运 这个应该偷渡 偷渡人口的话 如果是 一土盈利的话 就是 不是一到七年 是三到十年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科 500万以下的罚金 那如果是 他不是 一土盈利的话 不是一土盈利的话 这个偷运人犯的话 是一到七年 100万以下的罚金 如果是 那个偷渡人口 然后他是 一土盈利在偷渡人口的话 三到十年 三到十年 500万以下的罚金 然后那个手磨的话 手磨的话 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000万以下的罚金 然后这个 七十二条之一 有处罚未遂犯 我建议以后 把那个 预备犯 也把它加进来 预备犯 也把它加进来 好 这个是 以上跟各位嘉宾 报告的是 入出国移民法 修正草案里面的 二十一条之一 总共 这个是 打击人舍集团的 打击人舍集团 从哪里 看出来是 打击人舍集团 因为二十一条之一 他有提到 任何人不得为 下列行为 死 这个死的话 就是 让外国人非法入国 这个就是 人舍集团 然后二十一条之一 第一项的第二款 使受禁止出国的外国人 使受禁止出国 这个白话文就是讲说 偷渡 受禁止出国的外国人 将受禁止出国处分的外国人 偷渡出国 然后 讲的文言文的话就是 使受禁止出国处分 之外国人出国罪 二十一条之一的第一项 第一款 使外国人非法入国罪 然后第二项 第二十一条之一 他有两项 第二项是 大陆地区人民 香港澳门居民 受禁止出境处分者 准用前项 前项就是 二十一条之一的第一项 第二款 第二款就是 使受禁止出国处分之外国人 出国罪 准用他这样 特有跟各位嘉宾报告 我们提到大陆地区的时候 我们叫人民 人民 提到港澳居民的话 港澳的话我们不叫人民 我们叫屈民 屈民 屈民好像就是更亲近了 所以我们叫屈民 然后大陆地区叫人民 香港澳门屈民叫人民 香港澳门的地区 我们叫屈民 港澳屈民 所以在这个越界里面 我们叫港澳 叫居民 大陆人民 不过最好叫一个大陆地区人民 因为我们 通常我们的法条用语叫 大陆地区人民 不是叫大陆 不是叫中国人民 中国的话就是把它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一个主权国家 我跟各位嘉宾报告 我们的两岸条例 港澳条例 还有入出国移民法 我们从来 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把 中华人民共和国 视为一个主权国家 那也不是说叛乱团体 反正就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所以我们就是 在21条之一的第二项里面 我们叫做 使受禁止出境处分者 出境罪 受禁止出境处分者 出境 出这个台湾地区 不叫出国 因为两岸本来就是一个国家 我们到现在 还是认为 中国大陆 整个大陆 包含内蒙 东北 新疆 西藏 还有港澳 中军事 通通事 全部都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好 所以我们才会出境 这个立场的话 跟各位嘉宾报告 虽然现在是那个民进场执政 我这个并不是说那个 有什么政治色彩 只是说我只是跟各位嘉宾报告 不管哪个党执政 我们中华民国到现在为止 全从来没有放弃 说中国大陆地区 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就是我们那个 宪政 不管是哪个党执政 到中华民国 今天民国112年 6月为止 中国大陆港澳 军事 中华民国的领土 虽然是民进党执政 他也没有改变这个立场 没有改变这个立场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第22条 民民法 从这个法条里面 我们就知道了 从这个法条里面就知道 好 那22条 虽然那个 在提到这个法条用语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 港澳居民叫出境 千万不能把他讲他出国 不能讲他出国 好 22条 他说22条是那个 外侨居留证 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外侨居留证是给外国人用的 所以各位你看22条 第一项 他总共有三项而已 第一项 外国人持有效签证 签证是外交不合法的 或是 适用以免签证方式入国 之有效护照 因为是外交不合法的 是护照 然后呢 或履行证件 建立移民署查验 查验的话就是 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会查验 许可入国以后 查验的话 也是一个行政处分 那签证也是一个行政处分 取得停留跟居留的许可 好 第二项 依前项规定 前项 那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22条 这个就是说 这个 持签证 或是免签证的方式的 有效护照或履行证件 只要经过移民署查验通过以后 取得停留 居留的许可 所以说 我们这一个 要进来 要取得居留许可 跟居留 停留许可 它必须两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 必须经过外交部的签证 或者说免签证 可能需要经过外交部的签证 或者说免签 第二个 一定要经过移民署的查验 许可 入国以后 取得停留 居留许可 这样才算是取得停留 居留许可 那我跟各位嘉宾报告 假设性的一个状况 它取得签证 但是没有经过移民署的 证照查验 没通过 这样也会算取得 停留跟居留许可 抱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法条用于是说 它持有效签证 之有效护照 或履行证件 必须经过 经过移民署的查验许可以后 这个查验许可就是一个行政处犯 以后取得停留 居留许可 停留跟居留许可 好 那 首先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外侨居留证是给外国人用的 五乎几国民可不可以使用外侨居留证 很抱歉 不可以 因为我们在制度上设计就是外国人才能持有外侨居留证 外侨居留证 所以五乎几国民可不可以申请在台湾地区居留 抱歉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必须 如果要在台湾地区居留的话 除了制度上我们要设计的 就外侨居留证 有一种是外侨居留证 有一种叫做五乎几国民居留证 但是目前22条 它就是外侨居留证是给外国人用的 五乎几国民 没有五乎几国民 外侨居留证 五乎几国民算是国民还是外侨 五乎几国民算是国民 五乎几国民是国民 五乎几国民不是 不是不是那个外侨 外侨 外侨 外国人才是外侨 国民 国民就是国民 国民不能 不能申请外侨居留证 外侨居留证是给外国人用的 跟各位嘉宾报告 22条前面三个字 外 国 人 五乎几国民是外国人还是国民 五乎几国民是外 是国民 然后那个大陆地区人民是外国人吗 不 大陆地区人不是外国人 大陆地区人民要来台湾是拿入出境许可证 那他为什么不拿签证 因为我们从来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只有国家才能合法签证 我们才合法签证给他 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主权国家 那算不算判断组织也不算 那我们就是不给他签证 我们就是给他合法入出境许可证 港澳居民也是 我们台湾地区也不给他签证 也是用许可的方式 那港澳居民算不算外国人 不是 大陆地区人民算不算外国人 不是 所以他们不能申请外侨居留证 国民能不能申请外侨居留证 那更是不可以的 五乎几国民可不可以申请外侨居留证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五乎几国民是国民 他不是外国人 但是五乎几国民 如果想在台湾地区居留 就没办法 拿那个双重国籍的 他如果拿本国护照就可以 拿外国护照就不行 这样五乎几国民 外国护照不能申请居留 事实上对他的权力部分也是侵害 我觉得应该设计一个 五乎几国民居留证 专门给这个双重国籍的人用 但是 这样就是 他明明是国民 他为什么不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进入国呢 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这个护照呢 不认同我们中华民国呢 你既然不认同我们中华民国 不认同 看不起这个中华民国护照 那我就是不给你居留啊 你有办法 你既然拿外国人的护照 你即便是拿外国人的护照 我也是不给你居留啊 除了你拿本国人的护照进来 那你既然是本国人 本国护照就不用扮你居留了 这样好不好 这种逻辑好不好 这个也不是很好 这有点意气用事 意气用事 理论上是可以的 因为 理论上是可以的 因为五乎几国民 你既然这么不认同中华民国这张护照 那我干嘛给你优待呢 付货员者吗 你不认同我 我们这个国家 我还要给你这么优待吗 还要给你居留证吗 对不对 那理论上问题是 有一些五乎几国民 他可能真的有一些 有一些公事啊 私事啊 必须在台湾地区居留 然后他又不方便拿本国护照 可能拿外国护照会比较好用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有很多状况我们没办法想象得到 所以我觉得我们事实上 就是 尽量给这个拿双重 护照的这种五乎几国民 给他方便 我觉得制度上 除了一米二十二条设计 这种外侨居留证以外 拿这个双重国籍的 双重护照的五乎几国民 在法治上也可以设计一个 五乎几国民 这个五乎几国民是指 双重国籍的五乎几国民 拿外国护照的五乎几国民 他也可以申请外侨居留证 这个叫做 五乎几国民外侨居留证 但是限定给这个 拿外国护照用的 但目前制度上是没有这种制度的 我们外侨居留证就是给外国人用 大陆地区人民不是外国人 港澳居民也不是外国人 国民更不是外国人 五乎几国民 五乎几国民 后面是不是等有两个字国民 他也不是外国人 所以这个二十二条 这个外侨居留证 事实上它就是专门给外国人用的 跟各位嘉宾报告 第二项 依前项规定取留居留许可证 就六个月以上到居留 因为入国以后的一日起三十日内 为什么要改成三十日内 因为这个外国人 他要来台湾 要找这个安生立命的时间 我们旧法是说只能十五天 十五天里面就要找到 这个有时候 十五天 时间过得好快 不要说十五天 有时候 有时候半年就算得过得很快 我觉得这个是说三十天里面 一定要向移民署申请外侨居留证 如果可以的话 事实上也可以 四十五天也是可以的 因为有时候 找房子也不是说很好找 那单数规定 申请工作居留 工作许可 居留签证 外侨居留证 从入国许可 市政合议 这个市政合议包含第一个 walking permit 工作许可 relevant visa relevant visa 居留签证 还有外侨居留证 还有从入国许可 市政合议的有效签证 证件或其他 也含有外侨居留证 因为它本身已经含有 外侨居留证 所以得免申请外侨居留证 外侨居留证 这个是指什么东西 这个立法理由 有提到就业金卡 就是外国人才专法里面 有个就业金卡 或者是说就业佩斯卡 有两种 第一个是就业金卡的 市政合议 还有个就业佩斯卡 就业佩斯卡 就业金卡的外国人才专法里面的 就业金卡市政合议 哪市政呢 第一个工作许可证 第二个居留签证 居留的签证 第三个外侨居留证 第四个从入国许可证 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22条 特别留意一下 外侨居留证是向哪个单位申请的 他是说入国以后30天 入国以后一日起 一日起 隔一天 30天以内 向移民署申请外侨居留证 外侨居留证 不是外交部在合发的 特别报告 跟各位嘉宾报告 22条的这个第三项 外侨居留证 移民署 移民署里面各县市有服务站跟专情队 是服务站发的还是专情队发的 专情队就是专门抓那个 逃义外劳的 所以不是专情队在发 服务站在发 移民署各个县市的服务站 外侨居留证的有效期间 至许可知 一日起 最长期间不得超过三年 外侨居留证的有效期间三年 这个是没有改的 外侨居留证 因为这次的修法 第一项跟第三项没有修正 只有第二项有修正 二十二条第二项就是说 依前向规定取得居留许可者 因于入国后 意志 跟各位嘉宾报告 何一天起 三十天 三十天 向移民署申请外侨居留证 是移民署 好 那我们看一下立法理由 目前外籍专业人士来谈 因为我们就是要吸引外籍专业人士 需向劳动部 以前叫劳委会 现在已经改名称叫劳动部了 申请工作许可 工作许可是向劳动部申请的 不是向移民署 因为是工作 所以是劳动部 在向我国驻外 第一个动作 一定要先向劳动部申请 取得工作许可证 取得工作许可证以后 再向我国的驻外管处申请 居留签证 签证是领事事务局 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权限 那驻外管处的话 是外交部的驻外管处 这个驻外管处 我们常常在法条里面看到 这个不是劳动部的驻外管处 也不是移民署的驻外管处 驻外 驻外 驻外使节 所以这个一定是外交部 驻外管处 一定是外交部的驻外管处 然后申请居留签证 签证的话也是外交部的签证 签证是签发给外国人的 外国人要来台湾 外交部合发一个签证 表示何可 可以让你来 这是第一阶段的何可 第一阶段取得外交部的签证何可 不许可 不表示说他就取得入国许可 然后经过第二阶段的移民署 国境事务大队的证照查验通过 才正式的取得入国许可 如果第一阶段取得外交部的签证许可 第二阶段 在机场或在港口 没有入出国移民署 国境事务大队查验的结果 他那个证照是伪变照的 不让他入国 这样算不算可不可以一直argue 跟那个移民官argue说 你们贵国的外交部 做外管处已经合发给我签证了 我就可以入国了 你凭什么拦阻我 不 不能这样主张 我们这个入国许可 是两阶段的入国许可 必须要同时符合第二阶段 移民署 国境事务大队的那个 通过他的证照查验 才算正式的取得入国许可 事于入国后 持平向移民署申请外交居留证 移民署的服务站申请外交居留证 不是专情对押 即从入国许可 他是要两个证件 一个是外交居留证 第二是他有时候会出国 他有时候会再从入国许可 是不是很麻烦 申请作业很繁琐 complicated 为了吸引全球很优秀的外籍人才来台湾 原 这个法调用语 常常就是用原 原就是于事 于事 征定22条第二项 但书定名 经核发市政合一 工作许可 跟各位嘉宾报告 工作许可是哪个单位核发的 因为工作的话是劳动部核发的 居留签证是哪个单位核发的 外交部的领事事务局 驻外管处 外交居留证是哪个单位核发的 移民署 从入国许可 证哪个单位核发的 移民署 服务站核发的 事政合一 有效证件 或其他已经含有外交居留证功能的证件的话 就不用再向移民署服务站申请外交居留证 所谓的事政合一的有效证件 例如就业金卡 这个规范在外国人才专访 或是就业PS卡 好 最后 首先 目前外国专业人士要来台湾 第一个 一定要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 这个是跟各位嘉宾报告 一定要取得工作许可 才能再向 第一个阶段 一定要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 才能向外交部的驻外管处申请签证 第三个 通过证照移民署的国境事务大队的证照查验以后 才能向移民署的服务站申请外交居留证 还有申请向外移民署的服务站申请重入国许可 很繁琐啦 那所以现在有事政合一 事政合一呢 那四个证件 第一个 工作许可证 劳动部合法的 居留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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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合法的 然后再来呢 外交居留证 移民署合法的 然后呢 从入国许可 移民署合法的事政合一 哪些东西有事政合一 外国人才专法的 规定的就业金卡 还有就业PACE卡 如果有就业 有这种事政合一的话 就不用向移民署申请外交居留证 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在入国的30天以内 向移民署申请居留证 那最后 跟各位嘉宾报告 22条 这个是说 入国又要申请外交居留证 外交居留证 是向移民署服务站申请的 然后外交居留证的有效期间 效期 根据移民法22条 第三项的规定 总共是三年 但是最重要的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外交居留证 是给外国人用的哦 五户级国民 可不可以申请 拿 拿 有双重国籍 拿外国护照的这个 五户级国民 可不可以申请 这个外交居留证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22条地下 外交居留证 是给外国人用的 不是给五户级国民用的哦 因为它是五户级国民 它就是国民 它不是外国人 以上 是今天跟各位交宾 报告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谢谢